眼的部份是最重要 很多亞洲人都會很擔心 他們化完眼妝之後 看上去眼睛會很腫 如果大家想眼影的顏色上得美一點的話 有個小提示 今天這條影片是很專注教大家化眼妝 因為很多朋友都會留言 還有經常私訊我和我說 怎樣可以化一個很簡單的眼妝 因為我相信妝容來說 眼的部份是最重要 而且是花最多時間去化的 但很多女生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擔心 化眼妝的時候 所以今天我想很專注和大家分享 眼妝的小提示 希望幫到大家 今天我自己已經化了一個很簡單的底妝 我不會分享任何底妝 首先我們化眼妝 就是眼窩的位置 如果大家想過眼影的顏色上得美一點的話 有個小提示 就是可以填少許粉底在這些位置 少許就可以了 首先我們要化的就是眼窩的位置 很多亞洲人都會很擔心 他們化完眼妝之後 看上去眼睛會很腫 我自己也不例外 因為眼窩的凹凸感不太深 所以如果你的眼睛和我一樣 眼窩都不太深 我們首先要做這裡的shading 我自己會建議用一些 好像這類型的掃 針對眼窩的位置 我自己會建議用一些蝦肉色 或者一些淺啡色 或者珊瑚帶一點啡的顏色 看上去就會自然 和會鮮一點 然後我會建議我們眼角 這個位置這裡 大概三分一隻眼的位置倒停 就是印少許深一兩度的啡色 剛剛化的時候 千萬不要覺得眼妝有點嚇壞 因為你畫完眼線和其他東西之後 看上去就會鮮一點 然後我們就要化 正如這二分三隻眼 就是由我們前眼角這個位置 這樣化 建議選一個 比之前的兩隻顏色 是淺色一點的顏色 還有我會覺得 有一點點亮的 是不錯的 然後我們就要化 就是我們眉骨這個位置 由於我們眼前面這裡 用了一點亮 所以我這裡 就不會建議用亮 可以用一個 Matte的眼影 是很接近自己 Skin tone的眼色 接下來很重要 眼線 為什麼眼線 是可以改變到自己的眼影 和令到你的眼睛看上去更加有神 但我們怎樣去控制眼線 就非常之關鍵 好像我自己為例 我眼睛一笑的時候 就會偏拉長 所以我自己就不喜歡再拉長 通常我都會畫到眼圓 看上去第一 給人的感覺 沒有那麼兇 第二 就是年輕一點 接下來我會教大家 怎樣去畫到自己的眼圓 我會在眼中間這個位置 就印少少眼影 看上去眼的弧度 就會遠一點 我現在什麼眼線都未畫 你就會看到其實 這個位置是深色了的 因為光暗的效果 你會覺得這部分 因為暗了 就是線條是遠一點的 你看我其實 頭尾都未畫眼線 然後我就會用眼線 Liquid Eyeliner 我就會去畫其餘的眼線 大家留意到 我畫眼線的時候 其實前眼角和後眼角 我都畫得很柔柔柔柔柔柔的 所以眼線是不需要畫得那麼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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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覺得有幾種原因 首先 平時日常的妝容 是不需要畫到眼線那麼粗的 除非你真是高負一個很 Bold Eyeliner的look 但如果你做一個很粗眼線的look 你就不會用那麼多眼影 會是一條非常明顯 畫得很有型的眼線 例如這些 第二個原因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亞洲人的眼睛 我們的雙眼皮 未必是很闊很深的 如果你的眼線是畫得很粗的話 反而是會令到你的眼睛看起來更粗 而且你的眼皮更重 我自己上的Mascara 是有少少心得的 不知道是否合大家 我自己第一個步驟 就會塗少少的Mascara 在我的眼睫毛上 接著就夾夾了 接著之後我會再塗多一層 我自己永遠都會用一個電眼睫毛的卷卷 去繞起眼睫毛 因為我的眼睫毛很直 而且很容易塗的 最後我會用一個Mascara 它的頭是有一個梳的 再掃一掃眼睫毛 如果你的下眼睫毛很濃密的話 你可以塗少少Mascara在下面 我自己的下眼睫毛 不是很濃密的 所以我通常不會再塗的 這支掃眼睫毛 其實很多時候 在這個步驟 你會發現自己的眼影 沒有之前的顏色那麼明顯 其實是一件好事 因為通常都會脫少少顏色 因為我們經常在掃這個位置 還有我們皮膚的油粉 也會令顏色混合 就是這麼簡單 這是一個非常發財的眼妝分享 也是很容易入手的 所以如果你是沒有任何眼妝的經驗 你也可以從我這個分享 慢慢慢慢去練習 希望幫到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Bye